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微博又爆出一个热搜 2019年离婚数获再创新高 我国离婚率已经连续15年上涨了 让我想起前天的深夜 我在后台收到一个听众的私信 他说 我好后悔啊 好想离婚 结婚时年龄太小 却在意情情爱爱 连买房 彩礼钱都不曾计较 没想到现在剩下的只有心酸 我听完听众莉莉的故事 不免唏嘘 莉莉和老公相识于大学 四年恋爱甜甜蜜蜜 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准备结婚 没有想到两个人却因为买房钱 彩礼钱 里堕落得很僵 甚至差一点分手 莉莉和老公约定好 双方家里各出一半婚房的首付 婚后两个人一起还款 男方却以定期存款 取不出来不划算为由 让莉莉家先首付 许诺婚后由男方家单独还款 莉莉父母自然是不同意啊 莉莉为难到天天躲在房间里哭 看着红着眼眶的女儿 老两口就得松了口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按照当地的习俗 男方该给彩礼十万块钱 但婚前一个月 男方父母突然改口 想把彩礼钱缩减一半 另一半留给老公的弟弟 莉莉父母对男方的 出尔反尔的行为很是生气 现在就给你讨价还假 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 实在不行 结婚不结也罢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莉莉却觉得 我爱的是这个人 又不是她的钱 彩礼钱走一个过程就可以了 所以在父母面前 她百般求情 替老公家说好话 最后 莉莉父母虐不过女儿的执着 只能妥协 这招婚礼 也简单地 迅速地办完了 婚后 莉莉才慢慢地体会 什么叫做 婚后流的泪 都是婚前脑子进的水 她问老公所要还房贷的钱 刚开始 老公还只是拖拉 打款日期 时间久了 却是越来越不难返 还经常嫌她花钱花得多 不知道请坚持家 婆婆更是看不起她 从不帮她打点家务照顾孩子 还背后说她 花着自己儿子的钱 一个字都不出 简直是吸血鬼 恋爱时觉得谈钱 伤感情 结婚以后才知道 不谈钱 伤的是心 都说谈钱很俗 但是只有谈了钱 你的生活才不会落得 一地鸡毛 柴米油盐 酱醋茶 生儿育女 走亲逢友 身体健康 哪一桩 不需要谈钱啊 两个人在一起 谈情输爱 却不谈钱 在恩爱的夫妻最终 也会变得 满目疮痍 最后只能够心痛陌路 结婚呢 一定要看父母 同事楚楚上周 果断地和高富帅的男友 提了分手 一切原因都归于 男孩父母的相处模式 那一天 楚楚去拜访男友的爸妈 发现男友妈妈在厨房里 忙的是团团转 男友和他爸 却像甩手转柜一般 在一旁悠闲地看球赛 饭桌上他爸边吃饭 边数了他妈 一会儿抱怨菜咸了 一会儿嫌弃 饭煮得不够软乎 楚楚一脸尴尬 男友却无动于衷 好像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饭后他妈妈 切了好几盘水果 刚摆上桌 他爸爸就开始嚷嚷 说好让你买的车离子呢 他妈妈忙着陪笑解释 楼下水火店的车离子 不太新鲜 所以我买了橙子苹果和葡萄 他爸一点都不买账 吹活子瞪眼道 也就是死脑筋 鱼木脑袋 不是要跑远点的超市去买啊 望着这一幕 楚楚仿佛看到自己 婚后的模样 倘若一个丈夫 对妻子的付出 总是熟视无睹 那么孩子 在儿肉默然之下 也渐渐活成父母的样子 所有的果 都必有他的因 原生家庭的烙印 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父母的相处模式 影响着孩子的生活方式 父母的身材知道 影响着孩子的 对金钱的态度 父母的为人处事 影响着孩子的人品三观 谈婚了嫁时 一定要多看看对方的父母 因为你不只是嫁给了一个人 更是嫁给了一个家庭 有人说父母的婚姻 就是孩子婚姻的延续 身以为然 父母恩爱的孩子 往往更懂得怎样爱人 能更好的经营自己的婚姻 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相反 倘若父母总是彼此怨恨 互相骤骂 那么孩子也会日益 畏惧婚姻 甚至延续上一代的悲剧 结婚啊 要讲究门当户对 奇葩说有一期遍题叫做 结婚要在乎门当户对 这件事吗 蔡康永的回答 道尽了真谛 我印象中的门当户对 包括了自身教育阶级 文化背景等 家境不同 社交圈不同 婚后彼此交换的话题 会越来越少 会导致夫妻越走越远 的确啊 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人 相处起来会非常累 他们就像两条相交线 哪怕有过短期的相遇 最终也会分道扬镳 坚情渐远 《家有儿女》 这部家喻户晓的情情剧 想必大家都看过 中年男子夏东海热爱生活 关心妻子 呵护孩子 她喜欢在舒适的家中 精心创作 在夏东海的心中 家是最重要的部分 她的事业 是先立在家庭的基础上的 夏东海的前妻 玛丽则不同 她是一位事业心挤重的女性 她的生活被工作客户金钱占满 几乎没有留给丈夫和孩子 久而久之 夏东海嫌弃玛丽 不照顾家庭 玛丽则嫌弃下东海 不求情趣 她们同床一梦 鸡同鸭讲 只得结束了这一段 折磨彼此的婚姻 原因不过是 我喜欢安逸的环境 而你喜欢闯荡江湖 而且无法改变 后来夏东海遇上了刘梅 两个同样以家庭为重的人 凑到一起 重新组建了家庭 因为三观相合 她们的日子虽然极飞狗跳 却也快乐温馨 其实呢 所谓三观相合 并不是要求你们的兴趣爱好 处事手段 作为方式完全一样 而是 彼此间能够求同存异 懂得理解跟欣赏 如果你爱读书 她却说你伪金刚 你想偶尔吃顿大餐 她却嫌弃你浪费钱 你想把生活过得有趣精致 她却品头论足 抱怨你不会过日子 那就趁早 吃损吧 即使离开 婚姻应该是两个人的幸福 而不是一个人的委屈 愿你擦亮眼睛 找到那一个值得相守的人 在锅碗瓢盆里 体会幸福的真谛 愿你 无惧谈钱 遇见那个携手成长的人 在风风雨雨中 仍然不离不弃 愿你们 一饭一粥 皆是温情 一朝一夕 皆是甜蜜 好了 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我是主播Ironcom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一个在看 或者是转发到朋友圈 我会用声音 闻到你的耳朵 祝您平安喜乐